所以如果全世界的爸爸 满分是100分的话 他应该是200分 他是非常非常好的爸爸 所以我其实曾经想过 也许他未来年纪大了一点 他会得什么病 但我没有想过是癌症 但男癌其实就跟乙藏癌一样 是恶中之恶 就是即使你做了很积极 很努力的治疗 你的五年的存活率还是很低 一年的存活率都很低了 所以那时候就带着他面对 把哭 很爱哭 很爱撒娇的那个自己 放在心里面 对 那都是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才会偷哭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勇敢 那他也在很多很多的状况下 用他的智慧跟他的温柔 告诉我要勇敢 还有他做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很多很多 我在急诊看到那么多生老病死 很难去做的 就是他告诉我 我都已经可以这么勇敢 去面对死亡了 我不怕 那你还怕什么 对 所以他也在当中告诉我 你要原谅你自己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